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还要忍旗来 诶 戴回头盔先 那我就顺势开车门 车厢就已经爆了 知道了知道了 爆玻璃不关这位阿sir 事的 其实近日发生最少九宗 的士车窗玻璃离奇爆裂事件 更加惹来乘客怀疑 是司机屈钱的把气 于是警方就进行实备爆窗测试 运输署 机电署和政府化验所 都有人到场协作和提供意见 两位交通警先打开车门 测试车窗最低可以搞到去哪个位置 然后贴上标记 然后进入车厢关车门 作同类的测试 发现车窗的最低位置 比打开车门时高了一寸 接着交通警就开车门了 为什么这样就会爆玻璃呢 警方暂时都未找到原因 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工程师 盧国强表示 除非车辆设计出问题 否则在正常情况下 打开车门绝对不会爆窗的 他估计可能有人在车门手柄的杠杆做手脚 令乘客拉车门手柄的时候 杠杆触及车窗压爆玻璃 有的士司机表示 车窗搞到底 开门就爆玻璃 其实事有发生 以前有浪漢时 有个车门出现 即是拌动的时候 如果枪是搞低了的时候 就会被拒掉 又说如果乘客真的开了枪 会劝他们先把枪搞高 才打开车门 也有司机说 已经斩脚趾被杀重 拆了个架 等乘客没办法开枪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 副主任盧市政表示 相信的士后座爆车窗 和配件路法有关 但不排除有少数业界借此 向乘客勒索 ONTV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支的的士部 我们继续有KC Sir 和我们分享一下 打的士的浪雨露 刚才的影片 不是刚刚的了 是2014年的 我想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可能就是那段时间 突然有很多的士 一开车门 车窗就爆了 刚才你也看到那位警察 正常做了一个示范 一开就爆了 其实这件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呢 就是其实在追溯之前 就是曾经在2014年7月 有一晚有一对外籍男女 就在机场乘的士 去到西魔道的时候 下车的时候 外籍人士一开车门 车窗就爆了 接着那位的士司机 就立刻说 喂你这样要赔钱我 但外籍男女就不肯赔 接着那位的士司机报警 警察来到之后 接着就发觉到 有很多疑点 也发觉到的士司机 好像有点鬼鬼的 接着之后 就反过来 是拘捕了的士司机 接着也是拿了车 去发验所那里 接着去验车中心那里去看 接着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一个 好像KC Sir说的 这件事是垃圾 我也是开车 你也开了一些很旧的车 如果你的车 真的这样拉爆 可以这样爆玻璃 如果这个是Toyota Toyota的股价跌了九成 全球回收 全球投号新闻 总之这样的三门 是会爆玻璃的话 我不管你一部30年 还是40年 25年前的Toyota 你发生了 你必死无疑 现在已经是国际新闻了 我告诉你 没错 刚才我提到的新闻 就是你机场去到香港岛 西魔岛那里 其实已经是在那时候 三百多元 二百多 他说跳哪跳到 可能还未计其他东西 但是一爆玻璃的时候 就说要五够水 立刻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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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五够水 然后我再看了周边的留言 你开盗车枪 其实都是这个价钱 你怎么这么笨 你整爆玻璃 就算你叫他赚回 但其实算数据你不是赚到很多 其实你这样做是很笨 那天晚上又不能开工 那时候我看一些留言说 你整个窗要四百多元 你让人家赔得到五百元 那晚车没有窗怎么开工 其实你得不尝失 为什么会这么蠢 除了他打算做这个下收工 没有车币就交给人 车主交租的时候包窗 其实都有了价钱 蓝奔巴多少钱 烂张椅多少钱 可能包一块大银沫多少钱 四百多元也好 我昨天收了五百多元 也多收了一百多元 KC Sir你有没有试过 或者在其他情况下 上的士车给的士车 勒索或者是 揽收车资的情形出现过 勒索就不是 有两件事就更深刻一点 你再重复我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因为这些人都是欺人 那就是我上的士 在中环 在兼岛 在兼岛 在兼岛上的士 第一件事 一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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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门 进去西装 一坐下 不是放屁 爆胎 但是大家记住 我一坐下 就很顺手 把门关门关门 他很乌乱快 就太厉害 其实我怀疑已经按了 已经上了一灯了 看到我开门 这个也要说 其实很多司机 是很坏格的 你转他过来 你一按握手 他病了 他已经太厉害了 那我就太厉害了 我坐下 打了一只爆胎 我自己爆胎 老虎爆胎 然后我说 不要开车门 当年我上车 我坐下 大会堂 说完之后 一坐下 可能会觉得 大会堂 受到你的肺 看到大会堂 就是不跳标了 不跳标 然后我说 我想下车行不行 他说不行 我说车门还没移动 老虎现在开了一半的车门 打开一半的车门 这个环境 然后他说不行 我按了一标 我说你车门还没移动 当然不行 然后我放 那我真的趕着时间 因为我真的趕着时间 我真的趕着时间 你老虎 真是火灵 我扑你街 我说 接着没办法 我这部电影又不相信 我又不喜欢 给15 那时候15 15 14 我又不相信 给你15 14 然后我说 去吧 沿途 我就不停地问他 老虎 一路 你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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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你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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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 他说我好 我白头不侵 他不管我 他不停地 他在吹 他在吹 我惹得你 吹吹跳 你不吹 这个 也很深刻的 我说这个 你说这个 一个位置 我想大家都有需要 想一想 车还没移动 但是司机又不停地 当然有些司机很好 有些司机又忘了按键 我说你还没按键 有些真的忘了按键 很多都有 但是这个是唯一的 另外一个 我又很深刻 十几年前 那条契弟又兜路了 那次去哪里去哪里 那时候我应该在新浦江 新浦江 我就去这个 瓶山苑 瓶山苑 瓶山苑通常新浦江一出 就会是 就是不限自连镇苑那边 总之是 在彩虹村旁边回旋处 咬上去 就是自连镇苑的右边 上浦江村 那时候又砍上去游战 就是火葬墙下面的游战 那边的游战 浦江村 那边的 一定走那边的 必然不用想的 浦江村 你猜他去哪里 他去哪里 在逢武街哪里 就是在黄大仙走上深浦江 就是上去 摩斯 不是 摩斯的旁边的 上去那里叫什么 浦江村 上去那里 那里是什么村 馮德川 就是现在河里会华亭 一条直撐上山 直撐上去上面 池云山 哦 撐上那里 但最糟糕是什么 最糟糕是 我叫他 是走我那条路 他不肯理我 哦 我明白了 你是叫他走那条 应该是隆盆院那条 但是他就沿着 河里沿着浦江村 写了一个大圈 对了 我明白了 去池云山顶 就是巴士总站上面 然后上面的顶 咬回来 那我说 这条路就真是 滚了 我说搞错了 转右啊 哥哥转右 不要走这儿 他说你也不忍理你 坐在你当你臭事 就是他不认你 他不认你 他不认你 他说这儿就对了 我说你不要对不对 我叫你走那里 其实就等着刚才你那个女生 第一节的故事 对了 相当于我的共鸣 好了 还没完 接着 去到 庆山与 然后 那个标 类似 33.3 我因为我这已经叫 火灭了 永远没 整ė 素材 一件事都没 接着 我说不刀 33.3 就下车 我们下去лю 然后这个虾倒上来 他上车来的 拿着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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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垃圾桶就要生气了 兜完了 兜完了不要紧 拿着垃圾桶就扔不了 接着几个车牌 立刻报警 坐在那里上 因为我知道报警 不知道是否行不行 当时说你兜路 也是兜路 这个我有经验 就是真是真事 警察打打来 什么投诉 都说了 那天后 我又要去警局落口供 那时候我去了官堂警署 我落完口供之后 警察说他也来落口供 他也来落口供 我说那就是对 你认为你兜路的车牌 等你也有半天不用开工 对不对 那次我也开心 虽然警察打给我 告不到他先生 因为你的兜路不超过 四条都当你不是兜路 原来有这样 是的 譬如你从A点到B点到最近 譬如说现在 可以跳15次 总之跳多过18次 或者19次就不算兜路 原来大家记住 原来这样 这个我又说一下 我以前有段时间 在红磡火车站那边上班 有时夜晚就下班 我搭的士 我做黄大仙 如果熟九龙区的路 应该都明白我在说什么 如果我在红磡 国际都会那里 一下去就是那个 我用那些术语叫新桥 一下去就下去公主堂 在公主堂就铲上去磡打路 我住捉园 沿着磡打路 然后转回去浸大 然后走到捉园 整条路是很直 直上L字转右 很直的 地图基本上是一个L 但是呢 他走下面 我试过几次 他不是走公主堂 他走到太子堂 土瓜環 走到土瓜環 慢慢按燈 他走到土瓜環 然后到旧机场隧道 然后在九龙城上回来 然后再冤了心无缸 然后再冤了心无缸 然后再在摩士那边再冤上去 未必这么说 Distant wise 其实你这个是一针着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三角形 如果你走公主堂 再右转 到浸会去上面再右转 这个是三角形 这样打滑 他只是大眼锯露 他对过去 他距离上可能是对了 我有想过 所以之后 我特意去试一下 结果呢 我发觉到 我的判断是没错的 因为原来 如果我走公主堂 到浸会去 比起土瓜環过去 是便宜十几元 十几元 即是很多条 要不要 要不要把他的刀 因为那里有小刀 因为土瓜環也是多刀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距离 距离 即是距离 令你跳到 我说错了 我这样两条路 我都试过吗 计距离 如果想跳 起码 8至9下 跳多了 那一定会中 我不知道 中间的灯 引识到你那些跳 但刚才我说 可能我有少论 例如理解错误 其实警察跟我说 距离 令到那些差距离 多多少百分比 才叫做兜路 当然他就告诉我 因为你的距离 引致你跳不到多少跳 要计距离的话 所以就告他不进 我们不会起诉他 所以他就纯粹用距离 跳多少跳 就告诉我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 说跳多少跳就是这样 但那一刻又查得到 其实他的地图 可能计算最短距离 然后计算这个距离 差距离的差 只不过我的差异 也计算他跳多少跳 用那个量化给了我 所以你说你的案子又不同 因为可能距离和 灯 刚才我问你有没有停灯 有很多灯 其实我说去沃大路 京主岛沃大路 很少灯 但如果从土瓜华走马头 就说有很多灯 还有几年前 整个土瓜华是地盘起 因为起了地 都很痛苦 讲时间都很痛苦 还有我试过有一次 我跟司机说 喂 不是这样走 应该走一路 去公主道 咦 怎会有人敢走 我说这件事 我又分享了一些经验 我又觉得这样 不要你觉得 那个地图司机 真的很熟悉 或者是 有一件事很有趣 我有这么多年经验 当你经常踏一条路线的时候 你就觉得 每个地图司机 一定知道 那条述路是最短的 但那条述路 只是你才知道 只要他跟你有分别 你就觉得 兜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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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走 当我是驾车的时候 你跟我说我就会看一看后镜 那不是这样走怎么走啊 哥哥 他说我走了十几年都是这样走的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乘客 我觉得不应该 要不就索性一上车 麻烦在哪里怎么走 就不要让他 譬如我现在回家也是的 我会告诉你 如果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路 埋多里道 即是香港岛 如果你在湾仔埋多里道 那些司机很多时候就会沿着西环 直铲去埋多里道 有些司机就不是 有些司机可能上了博富林道 在博富林道上面下去 有些甚至不是的 可能走到香港的隧道 在黄租坑那边 华富村那边也是埋多里道 所以你一定要说得很清楚 拜托西环人来埋多里道 这个我觉得是乘客有责任的 又不能怪了司机 这个也是 因为其实有时候反过来 虽然有些人说过 那些司机考牌的时候 他们是要考一件事就是 可能是立刻要考你急赛 但要说得很清楚 要说得出要怎么走 是最快最短的 不要玩了 神吗 你考完会考 第二天那些都忘了了 何况他在驾车 但也不要玩了 所以不合理的 尤其是如果大家乘客 那时候 其实我都会建议的 你上车那一刻 你说明我这样 如果你不想吵架 你就这样 我自己 又是说了我自己的经验 早上我上班 那时候在红磡上班 我捉完搭的士去红磡 那很多时候 因为我叫红磡火车站 红磡火车站 红磡火车都会那里 一定是走 我们那条新路 那条新路 一旁就立刻又转进去火车站 是的 但是有很多的士司机 走到公主道的时候 直落 排队 够了油 够了油 那里有三条线 一条 左边就伸路 中间就入红磡 右边就入尖沙咀 他就进入尖沙咀 他就进入尖沙咀 但是因为那三条线 基本上 如果那个的士司机 你去到 差不多 近岸湖动物协会那里 已经是不给转线了 那如果那个的士司机 在那里一捉了油 他就不可以回去 左边的两条线 那一捉了 一铲了下去 尖沙咀 再尖沙咀 再转了 再几支单 然后再上去那里 又多跳过几下 几下其实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我在一个赶上班的时候 一秒 争分一秒 大家要的都不一样 你要赶时间 他就要钱 但是如果我 那时候我学精了 就是说 喂 我说明 我要行山路 行山路 然后他就去到奥沙咀 那时候就捉了 很多都可以的 真心的 真的很持平 很多是很合作 亦都是没有问题的 也不能 所以 一粒老鼠屎 整粒粥都会臭 没错 所以 大家踏迪斯 其实 有些经验的 真的 一上了一下 说定 以后就不用烦 好 这一次到这里 多谢 多谢